反而騰訊 我想跟你談多一點 因為剛才聽你的口問 你好像挺看好他這次派京東出來 你覺得他可以釋放價值 跟他自己說的口徑是一樣的 如果是的話 現在跌或者最近做得弱 又反而可以吸納 你又同不同意? 我同意的 其實 如果一向你說騰訊的話 都是一個叫炒上落的選擇 除了3690之外 你說這次 當然我估了京東等等 你就沒有了那個叫做效益 不過看你怎樣看 我想在這個叫做反壟斷之下的話 他都會跟著那個路線走 我覺得是OK的 所以你說炒反彈的 如果未入場的話 你就看著430元的底部去做操作 我覺得是OK的 700問騰訊 他說458元有貨 你會怎樣去建議他呢? 其實騰訊的股東是有股息收的 是的 458元 又是看你打算是短炒 我不知道你還不會長炒 那短炒 其實他說他害怕的 害怕的 OK 害怕的簡單 你就看著那個 Range底部 430元那些位置 穿打了 短炒也是這樣操作的 我想騰訊 大家都知道 像Wendy所說 有股息收的 他派到京東 他又會收到股票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上面 我覺得騰訊其實都受惠 因為大家都會憧憬 接下來他手上的股票 會不會全部繼續派出去呢? 3690、1024 大家以往很喜歡的 現在不知道是否喜歡 很多股票可以派出去 似乎釋放價值的能力都挺高的 但是在這件事上面 我就會提高騰訊少許 你說不是 我最近這麼弱的 我想跟兩件事 一來昨天北水就開始沽貨 所以都令到科技股收押 二來就是 最近也有消息 關於騰訊自己 就說我們元旦不要打機了 都是打 未成年人而已 是的 未成年人 但是這些消息 是不是都是借小隊呢? 因為說真的 你本來假期紅一的都沒得打的 而且國家都下了規例 是的 現在多了公眾假期 都是平時上班的 都是紅一和公眾假期 不用上班了 我想大家就統一回事 我又覺得不需要太過悲觀 但是如果你真的炒上去的話 可能你買了一個range的頂部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害怕 我想你大概430元卡落 都是20多元 我想一個可接受的範圍 一個損失的話 你自己會用太過的 有一段時間 可以 再負面 批面 感覺 所以 找得